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里呢 我们做一个 where sum 等于零 这里做一个 sum 加等于 i 这是刚才我们写的零加到一百 是吧 靠多点辣子 打印 sum 之 我们现在把这个程序拿 do me 写出来 where g 等于零 where sum 等于零 do 大括号 do 大括号 sum 加等于 i sum 加等于 g g 加加 下面这一块鞋 will 做循环 i 消一百是 然后靠缩点辣子 打印 sum 这一小一百 这是两种写法 看一下这两种写法得到结果一样不一样 样不一样 好像都一样啊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种循环在十五个应该有什么区别 比如说我在这里啊 VR i 等于一个102 will 做循环 那 i 大于一百十 i 消一百十进入循环 i 消一百十进入循环 i 加加 在这里呢 我们说会不会打印这个 会不会 不会 因为它根本就不满足这个条件 是吧 是不是不满足这个条件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用 do will 来做这个 那 i 等于 一百零二 do 做coso.log 打印一个 a coso.log 打印一个a 然后紧接着做一个 i++ 然后在底下写一个will will循环当中 i 小语 一百十进入条件 那这个循环 会不会打印a呢 我们看一下 会不会 会 为什么呢 这个循环和上面循环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它先运算 先执行度一句 然后再去判断 循环条件 判断了以后 发现如果还满足条件 则继续 循环 如果发现不满足条件 就怎么样 跳出循环 因此 do will 循环 注意点 do will 循环 do will 循环 啊 循环 do will 循环 这种循环呢 先 执行 度 的 内容 的内容块 然后 然后 才 去判断 条件 才去判断条件 才去判断条件 啊 先去执行内容块 然后 才去判断条件 那 如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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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满足时 如果 条件 满足时 继续 循环 如果 不满足 就 不再 循环了 而 用语句 用语句 循环 是 先判断条件 才去 执行语句块 所以 他们最大区别 是这个 最大区别 是这个 这是他们最大区别 啊 最大区别 好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 这是 do will 能理解吗 do 都要有句能理解吧 啊